以色列跟哈马斯持续交换人质跟囚犯 而历劫归来的以色列人质们也说了 他们被掳时只吃米饭跟面包来裹腹 睡在椅子上 连上厕所都必须要等上一到两个小时 生活条件看起来是非常恶劣的 其中有一名高龄84岁的老奶奶 遭到哈马斯挟持期间 没有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 当被释放之后 她的生命状况相当危急 小女孩一个剑步 冲向妈妈的怀抱 15岁的姐姐随后也紧紧抱住妈妈 三人拥抱在一起久久不分离 姐妹俩遭到哈马斯挟持51天 父亲已在10月7号不幸遇难 终于跟母亲团聚 场面令人鼻酸 人质亲属透露 人质每隔一段时间 被哈马斯带到不同地点藏匿 只吃米饭跟面包果腹 在50天内瘦了7公斤左右 睡在并排在一起的椅子上 连上厕所都非常不方便 当他们获释坐上 红十字会的救护车 一旁加萨民众不断摇动车子 似乎并不高兴放他们走 让他们惊恐不已 不过即便已经逃出升天 也有人置证陷入生死关头 高龄84岁的老奶奶亚伯拉罕 在哈马斯挟持期间 没有受到妥善的医疗照护 被释放后生命状况危机 让亲友非常担心 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 不少人质亲属举着人质的照片 一名以色列男童 26号在哈马斯手上 度过他的12岁生日 母亲却只能看着他的照片 焦急祈求他能获释 林幽润编译